觀眾朋友 大家早 一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狀況 首先來看到的是 台北市目前的即時影像 現在可以看到 其實天空漸漸要變亮了 太陽露臉 不過不要被太陽給騙了 因為目前可以看到 台北市的溫度是9度 外面還是滿冷的 不過是比昨天的這個時候 稍微要稍稍高了1度左右 但是要外出的話 還是要穿暖一點 因為這個寒流 今天還是會持續的影響全台灣 那麼氣象局也對此 持續發布了低溫特報 那麼哪些地區要注意呢 首先來看到的是 這個橙色燈號的地區 有13個縣市 包括了新北桃園 基本上可以看到 這個高雄以北的地區 都是發出了橙色燈號 代表的是非常寒冷 而且最低溫可能會下灘6度以下 那麼另外再來關心的是 這個黃色燈號的部分 是有這個基隆市 台北新竹以及屏東 還有花東跟金門 那麼在這幾個區域呢 今天的低溫也有可能 下灘到10度 所以大家呢 早出晚歸還有騎車記得 一定要保暖手套要戴好了 那麼進一步來關心的是 這幾天的這個溫度變化了 首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區 今天的溫度呢 最低溫是7度 最高溫18度喔 明天呢這個溫度會稍稍回升 因為呢 寒流要逐漸減弱了 那麼來看到呢 其實到下個禮拜喔 禮拜二之後呢 因為這個東北季風 就會逐漸的增強 所以禮拜二受到 這個東北季風的影響 在營方面地區呢 像是這個北部還有東北部喔 會水氣會逐漸的增加 因此呢會從這幾天的乾冷 轉變成濕冷的一個天氣狀況 不過呢大概只會在禮拜二 禮拜三的時候感受到濕冷 因為禮拜四開始呢 這個東北季風又會開始減弱了 那麼再來看到呢 是這個中南部的溫度 今天呢在這個中南部地區喔 低溫還是滿低的有6度喔 明天呢會稍微回升一點 2到3度是來到了9度左右 不過可以看到呢 其實在這個中南部地區的溫 大家溫差呢是很大的 所以呢其實喔 這個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要注意的是這個 出門早出晚歸 也要留意溫差的部分 那麼雖然呢這個東北季風 不會影響到中南部 可是可以看到呢 這個低溫13度 高溫25度喔 一直到後面幾天呢 也一樣這個溫差 都高達了10度以上 所以呢這個 早出晚歸一定要記得 還是要戴上一件外套了 那麼接著我們來看到的是 衛星雲圖 那麼今天全台的天氣呢 各地低溫主要都會在6到10度 那麼在西半部的一些地方呢 還有這個花東縱谷地區 還是有可能跟昨天前天一樣 出現3到6度的低溫 跟昨天一樣蠻寒冷的 那麼不過明天開始呢 北部的溫度大概 可以來到這個回升兩三度喔 那麼今天呢 北部溫度高溫呢 大概可以有17到18度 在東半部地區呢 有19 20度 中南部地區再高一點 22到23度 明天白天過後呢 各地回溫2到3度 而且明天陽光持續露面 會是好天氣 如果有時間的話呢 可以安排到戶外走走 禮拜一開始呢 在北部 東北部 雲量開始增多了 禮拜二呢 東北季風開始增強 所以在迎風面的地區 像是北部 東北部呢 也會轉為有短暫雨的形態 中南部主要還是要留意 這個日夜溫差是比較大的 最後天氣變立天來看到的是 今天寒流會持續的影響 所以大家還是要加強 保暖 在家裡如果有使用一些 電暖器的話 要注意用電的安全 下禮拜二呢 北部 東北部的 觀眾朋友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東北季風增強 會從這幾天的濕冷 轉成乾冷 轉成濕冷的天氣 以上呢就是這一節 最新的天氣資訊 提供給您